一定什么时候我就走了 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也走呗 你往哪走啊 跟走呗 老年相亲真疯狂 50岁大姐看上70岁的大爷 大爷走了他也跟着走 这是多么真挚的爱情啊 经过这么多期的节目播出 联系朱大爷的老太太是络绎不绝 今天的刘大姐 正是朱大爷的忠实小迷妹 刘婶元50岁 月收入2000元 刘大姐虽然已经50岁了 但是这心就跟少女一样 只想得到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对节目中的朱大爷一见钟情 你在这呢你好 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朱大爷 刘大姐也是非常的激动 当面就夸了起来 看大爷跟电视上一不一样啊 比电视上更可爱啊 贝蒂烈 那赞美之词更是络绎不绝 很亲切很临家 在楼下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是生活中的人很亲切 就觉得很回到生活中来了 为了能够把朱大爷追到手 刘大姐还拿出自己当初 写给朱大爷的情书 可惜的是 刘大姐这番行为感动了红娘 感动了自己 却感动不了朱大爷 那是你也喜欢的类型吗 一般 不过对方既然是专门为自己而来的 朱大爷表示自己必须得招待好 随后 朱大爷主动带着刘大姐 参观起了自己的大房子 可是在参观的时候 几个人还有了意外发现 听到朱大爷的酒量 大姐震惊了 不过就算这样 爱情早在大姐脑海中占领了制高点 也管你啥呀 我都喜欢 看到刘大妈这么痛快就接受了 朱大爷表示很惊讶 随后说话就更过分了 表示自己虽然有点积蓄 但是自己只想着赶快的花光积蓄 做一个败家的男人 就为你怕不怕 我是想把这些个情抓紧时间花 但是不管朱大爷说的得过分 大姐就是雷打不动 我就是看上你了 别管你啥呀 我都跟丁你了 两人坐下来之后 朱大爷还是说出了自己顾虑 两个人的年龄差将近20岁 想过没有 若干年后 你还是很年轻 我已经是老太隆重了 甚至说有好多地方都需要别人照顾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大爷刚说完 大姐马上就开始做起了保证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不管啥样自己都能接受 你觉得值吗 值 如果是我喜欢的人 只要是我喜欢 他可以比我大也可以比我小 他可以是离过红的 也可以是没结过红的 是我喜欢的就可以了 听完大姐的话 大爷沉默了 随后他问出 更现实的一个问题 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走了 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也走呗 你往哪儿走啊 跟你走呗 我觉得人生它不在于长短 就是说你活的 一定是很多年才是幸福 而且在于它的质量 尽管刘大姐不停地神情表白 但是在主大爷眼里 是很不成熟的表现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 他有些地方还是像小孩 要说这刘大姐就是纯纯的恋爱脑 自己看上了就啥都不管了 我的择偶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我先看这个人 他的人品 他的学识 他的性格是不是跟我合拍 是不是让我心动 如果心动的话 哪怕他带着十个孩子 有爸妈 我都会接纳 因为我现在生活也很不错 我很满足 现在的现状 大姐觉得两个人走到一起 就该是享受生活 自己的问题 不应该强加给对方 两个人在一起 就应该是过得更好 大爷在一边 听的表情越来越严肃 忍不住直接打断了对方 你这是没接触实际 那要是一想到以后 这么多个困难 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轻松的 大爷的想法就是 找个老伴能给自己快乐 但是又不想有太多麻烦 聊了半天 大姐终于意识到 两个人分歧的脸 现在我知道 我们俩的分歧在哪 就周大爷谈感情 他像排泪一样 一个一个困难都排出掉 这条路通了 我们可以谈了 当我谈感情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看准你了 然后我就跟你谈 我不管多少泪 我跟你走到底 这就是我俩的分歧 毕竟大爷都年过半百了 你这纯纯恋爱 哪来找我 等你那新鲜经过了 那不是浪费咱的时间 我也这么跟你走 一晃半年也好 一年也好过去了 然后碰这个问题 就没法解决了 然后两个人再不能继续了 这个时候 这一年对于我来讲 是承门成本 因为我现在按照我的年料 我也就二十年吧 多说了 二十年七千多天 那不是浪费一天少一天吗 而且我以前我也说过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给我恢复 随后大爷更是直接表示了 自己就像大姐的父亲一样 我把你当老公 你却想当我爹 这下大姐不乐意了 我是来这找老伴的呀 咋就给自己贴了个爹呀 随后大爷表示 大姐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恋爱脑的大姐表示很不理解 两个人在一起 快乐不就行了吗 对此 朱大爷也只能表示自己很信赖 最终在红娘的劝说下 朱大爷的态度终于开始松动 可是大爷这时又说了一句话 我用父亲对女儿的那个状态 对你 不行 我不同意 给大姐整的自我怀疑了 我是智商低下吗 不过接下来大爷说的一句话 让大家更猛了 因为我的这个身份 第一是丈夫 第二是父亲 为什么 我有爸爸呀 我知道你有爸爸 那为什么是父亲呀 你好奇怪 这个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这个夫妻之间 如何能够把这个婚姻更好地维持 好的 大人大量 多多包含 第三 情人 好难哦 这么复杂的身份 这下大姐就不乐意了 不管有多少年龄差距 只要两个人走到一起 那就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夫妻 在我面前就说自己那种 那个师长啊 父亲啊 我不喜欢这样 我希望我们是平起平坐 不管你多大 如果真的成为夫妻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身份 咱俩是一样大的 说到底 两个人最大的分歧 还是巨大的年龄差距造成的 朱大爷担心的就是 自己卧病在床了 这小妹妹坚持不住照顾自己 在现实问题面前 有多少骨肉心情 都经受不住考验 更何况是这样的半路夫妻呢 可大姐觉得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俗话说女追男 隔层上 在大姐一次又一次的申请告白下 大爷最终还是接受了大姐 希望大爷能够善待 这么单纯的小妹妹 咱们下期见 对不起